市長盧秀燕 彰化縣長王惠美 兩位中部大家長都到場 原來是台中大渡到彰化河美 跨河橋樑興建工程要開工了 第一層開工順利 盧秀燕市長說這項工程 是中章跨區域治理重大工程之一 大渡銜接文昌路二段 彰化河美銜接台61乙縣 總長約1690公尺 主橋長1440公尺 寬22公尺 總經費高達32億 市府預估橋樑完工後 可以縮短中章連通距離 達成台中章化30分鐘生活圈 原有的中章大橋跟大渡橋 民眾繞來繞去超過10公里 不利交通 之後橋通了 促進區域均衡發展 王縣長跟秀燕我們有決心 我們要說到做到 一定要來開通 所以今天終於來施工 那兩邊的經費各負擔一半 建設局強調大渡河美橋 是近年台中市府新建橋梁中最長的 初步規劃是雙向四車道 挖掛機車道 以及行人間自行車道 預計一百一十五年能夠完工 TVBS新聞 周大雲徐祥 台中廠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